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大功率的激光灯会把相机的CMOS照坏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个事了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开激光灯照射的范围 因为CMOS这个东西谁换谁知道,太贵,换着肉疼 但是我今天遇到一个特别倒霉的事 所有的工作都做了 激光照射的范围也避开了 但是相机还是坏了 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它这台机器是松下的红屁股摄像机 我们开机以后来观察屏幕 不是很明显,对吧 看着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它这个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屏幕的右下角有好多粉色的小点 可以说是两群 左侧的边缘也有两个小红点 屏幕上看着很小 但是外接显示器上看着就特别明显,特别大 那它这个原因是啥呢 据这位老哥描述啊 他当时是背对着激光灯拍摄 他当时想的也是这样拍肯定万无一时 结果在拍摄的时候 有一束激光照到了地上 地面反光 然后机器就坏了 所以大家在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身边是否有反光的东西 这台机器的损失大概是2000多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啊 一位老摄影师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原因翻车了 你说是不是非常倒霉 最后总结了一下 只能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吧 命中有时终须有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